这一时间我们要做下一道了 您看鼻管鱼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五花肉也切好了 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 五花肉 鼻管鱼和韭菜 配料有葱 姜 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处理鼻管鱼 将鼻管鱼中的软骨抽出 并去除其牙齿 切成小段备用 第二步 锅中加水烧开 下入处理好的鼻管鱼 焯水至其变色将其捞出 下入凉水中过凉 将韭菜切段备用 特别提醒您的是 焯制鼻管鱼时 切记不能焯烫过久 否则会导致咬不动 第三步 锅中加少许油 下入五花肉 煸炒出油后 撒上切好的葱增香 开大火 撒入少许料酒 下入处理好的鼻管鱼翻炒 再加入少许的酱油调色 最后加入切好的韭菜 翻炒均匀 除锅即可 这道家常的地道海鲜菜 五花肉炒鼻管鱼就做好了 您学会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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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